今日看下元朗以聯一個近900呎的單位 間隔屬於三房套房 另外加工作間和士多房 檢查後發現部分玻璃有崩化 需要更換 擺放在單位外的冷氣機散熱器 電製裝得不夠貼 容易發生短路 另外士多房套廁斜水做得不好 需要通知發展商重造 今次檢修的單位實用面積近900呎 在最近會所的一段 因羅洛斯大道 但就來屋苑唯一出入口較遠 一支營客飯廳大約240呎 廳的兩邊都有落地玻璃 好處是採光度高 業著都是忠誠這個設計 所以今年2月以大約720萬買入自住 實用赤價8000多元 不過要留意 客廳這邊整覆是緊窗 即是不可以打開通風 相信同單位向東 對著清朗和錦田公路 發展商批職時要符合環評要求 減低噪音有關 便上室內通風 唯有靠打開飯廳的露台門 又或者這兩隻分別闊大約1米的天窗 近年的新樓 很多時都會用到玻璃幕牆拿盡景觀 不過檢查起來就好考功夫 未必那麼容易找到漏水的源頭 問題是整個幕牆由頂到底 很多時如果這個組框 在很高的地方入了水 永遠沒有辦法知道水在哪裡流出來 所以看這些幕牆的時候 不只是看到自己的窗外面 有沒有瑕疵影響到漏水 因為有時可能是很高入水 而在這裡流出來也不奇怪 初步檢查單位窗框沒有漏水 附近不見有水積 但就發現有其他瑕疵 這些雙層玻璃兩邊有一條金屬條 但不知為何 這條金屬條就成條像火浪形 我們對比上面高窗那些 其實是可以很直的 可能本身玻璃製造出來的時候 可能整亂了 不知為何 加上玻璃有繃花又有雜質 經以索性找發展商換過整幅玻璃 全屋分體式冷氣機的散熱器 放在浴室外面 沒有遮擋 而且部分電鍵裝得不夠貼 容易發生短路 必須折放玻璃膠封翻好 看到那隻冷氣鍵 邊邊沒有折膠 就來這裡大垃 那些水一定是可以去的 單位屬於三房套房間隔 令家工作間同事多套房 主人房不計套次大約90呎 望屋遠回索 其餘兩間客房分別都有50呎 大小比例適中 而且幾間房間的長身平滑 窗框和玻璃都無問題 整體用料質量和手工抵贊 看廚房在大門左邊 屬於長形設計 爐頭在工作台面左邊 另一邊是升盤 工作平台在廚房裡面 打開旁邊的廚櫃門 就會出現這個情況 這個發展商的建的樓櫃 很多時候裡面有一條鏈 限制開門的角度 又或者如果沒有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加一些防撞設備 好像在長身這裡連粒膠粒 開的時候來到這裡 會有一個膠粒頂著 就沒有撞得那麼厲害 我不知道它這裡漏了 還是本身的設計 日後業主還在上來 就要頸實一點 單位的士多房都在廚房裡面 這裡有套廁 表面看企企理理 不過一試水就發現 地台斜水做得不好 要盡快通知發展商跟進 地台的水在這個位置 很明顯這裡有一堂水 地台就倒斜了過來這邊 變成每次沖完糧 水就積在這裡 就流不到過去地台的水 做這個說真的很麻煩 因為要蓋了地磚 重新做過斜度才能解決問題 另外部分專系空心需要換過 以聯油新鴻基地產發展 推售至加賣出超過720個單位 佔整體供應大約九成 屋苑的會所佔地大約77,000平方呎 規模是區內最大 除了室內泳池 健身室和健會廳的基本設施 還有美容院和發營屋